我們看這題目 這位長方體的長寬和高分別為345 求其任意兩零點間最長的距離 那麼我們先根據這條件畫這個長方體 那這時候長是3寬是4高是5 那麼我們要求任意兩零點間最長的距離 那我們發現呢是這對角線畫一下這一點跟這一點的連線 那我們要求這段長度 這時候呢我們做這個連線 那這裡呢會是直角 所以這是直角三角形 那麼斜邊長就是兩股的平方合在開根號 因此呢這裡我們直接寫所求 這會等於這是根號 那兩股的平方合 那因為這股長呢我們可以看成是 這是這個直角三角形 它的斜邊長 那斜邊長呢會等於這兩股的平方合在開根號 所以呢這時候斜邊長度的平方就是兩股的平方合 所以我們這裡是寫3的平方加4的平方 那這時候呢我們再加上5的平方 那麼這是所求 這等於根號裡面 3的平方這是9 加上4的平方這是16 加上5的平方這是25 所以呢這等於這是根號50 那麼我們就算出 這個答案呢是5 根號2 這個答案